炎帝一边继续为他吃那些奇怪的小红果 一边道 这个自然也想到了 这么多年来 也有一些皇室供奉的机关师 被特许进入禁地内研究 但是始终无人能够将他们修复一二 秦悠悠顿时得意了 如果不是他 这些机关估计要等到将如恋那个老坏蛋 和他的后人带着那第二卷图纸来修了 他果然是出类拔萃的机关天才啊 他得意了片刻 马上想到一个问题 横眉竖眼智问道 既然机关师可以被特许进入禁地 那你为什么非要我嫁给你才肯让我进来 那些机关师的年纪都很大了 他们必须在此终老 才能被允许进入 原地不紧不慢地解释 难怪这么多年没人能修好这些机关 原来都让行将旧墓的老年机关师来 他们经验虽然丰富 但是眼神不好 脑子也慢 这里的机关对他们而言 就是搞清楚架构 都不知道要花多少年了 想来年轻力壮的机关师 也不愿意做此牺牲吧 高级的年轻机关师 在各国看来都是宝贝 国君一般不舍得轻易浪费这的人才 秦悠悠一年吃了五六个红果子 窝在炎帝怀里打了个宝格 才想到要问 你给我吃的这是什么果子啊 酱猪果 好吃吗 秦悠悠警惕起来 那这个果子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用处啊 确实是有些用处的 她伸手探到秦悠悠的小腹上 慢慢腐柔 神情十分温柔 秦悠悠被她诡异的举动 搞得有些心理发毛 有什么用处 你又想对我干什么 想什么呢 只是替你调养调养身子 让你晚几年再怀上我的子嗣罢了 太早生育对你身子不好 炎帝笑着亲近他 师父也这么说 不过伟娘知道了 一定会很失望的 秦悠悠想到 杜伟娘那副 恨不得把她塞到炎帝床上 好马上生出一窝孩子的殷切尽头 就感到头皮发麻 炎帝脸色有些不好看了 你师父怎么跟你说这个 难道他就不知道 对自己的女弟子避讳一些吗 秦悠悠不懂他为什么不高兴 这是事实啊 为什么不能说啊 炎帝不说话了 还好这小丫头的师父已经失踪了 最好永远失踪 秦悠悠看着他冷冰冰的脸 不但不怕 反而感到更亲切了 嘻嘻笑着 伸手戳戳他绷紧的脸皮 哎 我从前听村里的大神说 有些人起名字就是缺什么叫什么 你是不是因为老师捧着脸不高兴 所以才叫永乐的 他发现炎帝在他面前 其实是只只老虎 不高兴了也顶多抱着他 小小欺负一下 从不会真的伤害他 所以对着他那张严肃的冰山脸 也生不起几次惧怕的念头 炎帝摸摸他的头发 也许吧 你叫悠悠又是为什么 也许母后当初替他取这个小子 确实是希望他能够彻底解决 练功带来的后遗症 可以活得开心快乐 用师父喜欢一首诗 得既高歌 诗既修 多仇多恨 硬悠悠 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愁来明日愁 又是他师父 炎帝不想再听他嘴里提起那个 在他心目中地位显然胜过他的男人 捧起他的小脸 用力吻下去 秦悠悠被他一轮热吻亲的气喘吁吁 听到他在耳边低语 我只想到一句诗 悠悠我心 妖怪相公好像越来越会甜言蜜语了 秦悠悠脸上发烧 浮在他怀里 听着他的心跳声 不说话了 秦悠悠以为 就算没有图纸 他最多用七日 就能将通道里的所有机关全部修好 结果发现 自己少考虑了一个重要因素 炎帝 炎帝大部分时候都在监工 不是怕他不努力 而是怕他太沉迷 每次看到时间差不多了 就会直接把他抱走 不让他继续 据说是怕他太累 其实是把他骗回去 哄他穿上绿衣等人准备的那些 让人脸红的衣裳 然后花样翻新的 让他更累 偶然炎帝也会用别的东西 引开秦悠悠的注意力 例如拉他到禁地里的各个大殿里去参观 炎氏皇族的禁地几乎就是一座包罗万象的巨大藏宝库 秦悠悠觉得 就是让自己在这里待上几年 也不愁烦闷 光那一殿的机关图纸 就可以让他消磨上大半年的时间 这日 秦悠悠吃饱了 被炎帝拉着在禁地里散布消食 正好经过那座供奉了欲向欲臂的大殿 秦悠悠直指玉壁上炎男的名字 这样的家伙都可以把名字刻到这儿来 看来你家这个族谱的标准也没有多高嘛 话音刚落 臀上就被人拍了一下 什么你家 我们家 秦悠悠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马上谄媚的认真改过 妖怪相公对于他毫无身为炎家人的自觉非常不满 只要他不小心讲漏嘴 马上就要给他脸色看 炎帝对他的认错态度比较满意 脸色缓和了一些 终于为他截获 炎栋与炎男是父皇第一位皇后所生 炎栋五岁时得病早药 他的母后伤心过度也跟着哄了 他与父皇是青梅竹马的远方表兄妹 两人感情极深 他去了之后父皇十分伤心 曾有一度想离炎男为太子 后来走吧 他们兄弟俩的名字是父皇强行要求刻下的 族里的长老们都不满意 后来炎男在十六岁那年突破成为六品舞者 长老们才不再反对 炎帝的语气平淡的像在说别人的事情 秦悠悠却忍不住浮想联篇 炎栋这名字一看就明白 皇帝也许在他出生之时就有意立他为储君 除去炎氏这一辈弟子名字里的墓子旁 就是冬子 香月国以冬为至尊之作 炎栋又是皇后所出的嫡长子 也确实是名正言顺 这样一个几乎注定要做皇帝的家伙 却没活过五岁 这也太神奇了 炎氏看起来就不缺高手 在他们家要病死也有点难度吧 炎男那个人妖王爷 竟然是十六岁就晋级六品舞者的厉害角色 比他还天才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他现在至少是二十出头了吧 怎么还是六品呢 他这个讨人厌的德行 莫非是装出来的 怕笑面虎皇帝灭了他 所以才把自己搞成这个德行 哎 皇家的这些人真是太复杂了 秦悠悠有些怀疑地打量着炎帝 他和他的笑面虎皇兄 当年都是比炎洞还小的毛孩子 但是他们的母后 看上去很不好惹呢 炎帝谈了一下他的额头 胡思乱想什么呢 母后不需要 也不屑对付他们母子 好大的口气啊 莫非宫里那位太后娘娘 还会未卜先知 知道自己的长子会成为皇帝 所以心安理得 等着对手自举灭亡 炎帝说到这里 就没有再说下去 转移过话题指了指韵壁道 你说说看 这玉壁上 有几个嫁入我言时的外星女子 秦悠悠早就在奇怪这个问题了 略略扫了一眼 连带他们那位先祖的妻子 以及最新加入的自己 竟然只发现五个名字 其中三个是皇后 只有一个与自己一样是王妃 怎么只有这么几个啊 能够在此留名的每一个女子 都是经过我言时 众多长老的认可 在族里地位更高于皇后 又或是族长正妻 炎帝的态度 一点不像在开玩笑 请悠悠记得 她曾不止一次明示暗示过 在相悦国 她除了要对她的皇兄 与母后又足够的尊重 其他皇族宗亲 都不必太客气多礼 现在回想起来 她当时说话的语气傲然 分明是打心里觉得 其他人的地位 都不可与她相提并论 我做了什么好事 地位这么高啊 秦悠悠不觉得荣幸 反而感到不安 李下于人必有所图 严实的人把她捧得这么高 定是打算要把她利用彻底的 炎帝亲亲她的脸蛋笑道 你好好伺候我 全心全意 当我的好妻子就是了 这是什么话 秦悠悠不服气地 捶了她几下 自大狂 不叫你伺候我就不错了 还想我伺候你 哼 爱妻想我伺候你 来 我们回去 为父一定鞠躬尽瘁 用力伺候好你 眼帝的眼神和暧昧的语气 已经充分说明 她是想怎么伺候秦悠悠了 厚色的灰蛋 秦悠悠抱着她的脖子 狠狠啃了一口 不过并没有坚持拒绝坏蛋的提议 因为她好像也有点好色了 眼帝一边抱着她往圣泉而去 一边向着她的耳朵喝气道 今天你只穿那身红色的沙衣 一定美极了 洞中无人月 全靠即时的水漏来判断时间 不知不觉就到了他们进入禁地的第十日 进出通道上的机关已经全数修复调试好了 秦悠悠拉着炎帝要她带自己去看那个传说中用乌金滨海弹幕制作的机关 炎帝却一点也不着急的从怀里取出了一只乌金镯子套到她的手腕上 这个送你 你要乖乖的一直带着 卓子的质地十分奇怪 秦悠悠抬手一看 卓子内侧刻了四个小字 正是悠悠我心 他有些感动的摸了摸那四个字 忽然吃惊的抬头望向炎帝 这是 不错 这就是五金滨海弹幕 禁地里头剩下的也不多了 炎帝牵着她的手往禁地的深处走去 秦悠悠一路被带到禁地中的唯一一个普通水泉边 炎帝几乎每日在此捕鱼 也带她来过数次 她很清楚知道 这里除了这个盛产美味鱼儿的水潭 再没有别的东西 那个机关在水底 秦悠悠记得 一些古墓中的漆木器 被封存于水中可以千万年不服 但是乌金滨海弹幕需要这么保存吗 进入存放机关的密室 需要走水潭底下的水道 这处禁地 外有重兵 内有数不尽的机关 竟然还要如此小心地 掩藏存放那件机关的密室 可想而知 对于炎氏皇族而言 那件机关是如何珍贵 秦悠悠的好奇心 已经膨胀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所以当炎帝建议 他脱去外衣方便下水的时候 他完全没有犹豫的就照办了 炎帝将两枚最大的夜明珠 装入网袋 分别缠在自己与秦悠悠腰上 然后便带他一起沉入潭中 大概下沉了两三丈之后 秦悠悠跟着炎帝钻入石壁上的一条通道之内 潜行整整进百丈 水道突然变得开阔起来 两人往上游了一阵子 终于破水而出 秦悠悠暗自叹气 如果自己不是突然变成了九瓶五尊 只怕根本没办法一口气潜到这里 眼前是一个漆黑的山洞 只有两人腰间的夜明珠 发出淡淡的光韵 炎帝取出火把点亮 秦悠悠终于看清楚山洞内的情景 一尊形貌急似师傅那些图纸中描绘的大炮的物体 被安放在岸上的白玉高台上 炮架下带有轮子 可以方便移动 走近一看 却发现炮身炮筒内空空如也 所有的零件被装在另一个小箱子里 里面还有制作炮弹的详细解说 唯一没有的就是关于那些零件 该如何装嵌的说明图纸 秦悠悠看着这尊大炮呆呆出神 这是师父一直很想做 又不敢做的大杀伤性武器 没想到他会在这里看到食物 不过他知道这尊大炮其实只是一个昂贵的模型罢了 真正的大炮必须用金刚铸造 可是如果这大炮是用金刚铸造的话 早在无数年前就已经锈石毁坏了 炮架之下的白玉高台上刻着密密麻麻的一大段话 看落款正是出自严氏圣祖的手笔 秦悠悠就着火把的光线从头至尾看了一遍 大致一死与他推断的十分接近 这尊大炮确实是严氏圣祖亲手制作的 他也认为自己不该做 但是却忍不住寄仰 他终究只是人不是神 而且还是一个开国之君 所以不免怀有私心与野心 他控制住自己以这种大炮 大杀四方一统天下的欲望 却为自己的后代留了一个可能 只要有人能够破解他留在寿南山上的机关 炎氏后人就可以考虑将内人带到此地 观看这尊大炮的模型 若内人的机关术好到可以将这模型装嵌完成 那就算是天意允许他炎氏后人一统天下 他们可以大规模制作这种大炮 完成他当年未完成之事 寿南山正是当日秦悠悠与炎帝初次相遇之地 秦悠悠脑子里乱纷纷的 似乎一下子想通了许多事 又似乎还有许多许多东西搞不清楚 他茫然地望向炎帝 炎帝抱着他亲了亲他的眉心 悠悠 你可以完成这尊大炮 对不对 按照圣祖留下的话 这尊大炮射程至少可达十里 炮弹落下即刻会引发大规模爆炸 就是武圣级别的强者也抵挡不住 由此利器天下间还有哪个国家可与香悠国为敌 炎帝眉眉想起这些就不由的新潮澎湃 香悠国多年来一统天下的宏图大院 或许将会在自己这一带完成 炎氏也将真正成为天下公主 秦悠悠定了定神望着他 你知道我不会这么做的 炎氏那位圣祖把这种满天下杀人放火的事 推给自己的子孙去做 说这是什么狗屁的天意 他却没打算配合他 给他当帮凶 炎帝确实早就料到是这个结果 在禁地里头这段日子 他不止一次引诱秦悠悠 去看圣祖留下的机关图纸 秦悠悠看是看了 却没有半点打算将他们化作现实的欲望 女子与男子天生不同 女子大多对于一统天下毫无野心 尤其是秦悠悠从小受他师父的影响 把图纸上那些机关看作事会令天下大乱的洪水猛兽 更不可能为了自己的好奇 去违背师父的原则 炎帝定定看了他片刻 长叹一声 也罢 既然你不愿意 那就算了 咦 秦悠悠眨眨眨眼睛 意外之极 他已经做好了会与炎帝争执 甚至翻脸的准备 结果 他却如此轻松地就接过此事 他警觉起来 妖怪相公从与他相识起 确实不曾勉强过他做什么事 但是最后总会让他不知不觉 乖乖走上他设定好的道路 他越是好说话 他就越觉得害怕 炎帝仿佛看不见他的惊疑压抑 笑道 你是想继续在这里看看这个 还是想跟我回去练功 什么练功吗 分明是满足他的色欲 不过 谁怕谁呀 那我们回去练功 秦悠悠笑的 妩媚又充满挑衅 坏蛋分明知道 他怕待在这里久了 会忍不住 把那尊大炮的模型 装嵌完成 所以故意用这样的选择逗他 他才不要上当呢 即使在这里也可以 炎帝的手 不知何时已经滑到他的胸前 隔着薄薄的胸衣 捧起一团血嫩 揉握起来 动作轻柔缓慢 却让他的呼吸 马上急促起来 秦悠悠想躲开他的狼爪子 却发现他的另一只手 也早早绕到他腰后 将他整个人圈入怀中 让两人几乎赤裸的身体紧密贴合 回去好不好 这里我不习惯 秦悠悠 马上换上一副 出出可怜的模样 软语求恳 这儿不是挺新鲜有趣的吗 眼地不上当 低头就想寻找那张 让他着迷的小嘴 将他紧紧封住 然后好对他的主人 为所欲为 秦悠悠把脑袋 埋在他怀里蹭了蹭 两眼闪闪的诱惑道 回去好不好 我有一个很有趣的主意 你一定会喜欢的 是时候让这个坏蛋 知道他的厉害了 不然真以为他好欺负了 秦悠悠的主动诱惑 从来是炎帝非常爱吃的一套 所以很快 他就如愿回到了圣泉边上 秦悠悠慢吞吞 在炎帝火热的目光中 褪去外袍 露出里面穿着的一套 桃粉色细衣 料子只有很少的一点点 在火光下 硬衬着他的肌肤 润白如雪 吹弹可破 更将柔美玲珑的身姿 表露无遗 光这副模样 已经足够让炎帝 血脉崩张 难以自持 不过他却并不急于动作 只是笑得魅惑 你得有趣主意呢 我等着 你乖乖站着别动 不用急 秦悠悠走过去 将他身上的衣服 一件件脱下 只留下最后一点点 蔽体之物 他像一条柔软的蛇儿一样 贴上他的身体 缓慢地扭动着身子 缠着他 缠着他舞动起来 修长玉腿 时而抬起 慢慢地 以内侧最细腻的肌肤 从他的腰际 一路磨磨蹭蹭 滑到他的腿上 与他交缠 时而同时合紧了 缠在他的腰上 支撑着他的身体 与他坐不同角度的 贴合摩缩 秦悠悠整个人 缠在炎帝身上 一边魅惑地扭动 一边抱着他的脖子 轻咬他的耳朵 吐气如蓝道 好不好玩 炎帝这些时日 与他欢好 虽然也知道 自己的小妻子 十分热情大胆 不过 基本上都是 他在自己的挑弄诱惑下 情不自禁地回应 从来不曾如此主动 如此妖娆 他仿佛已经彻底化身魔女 令他意乱情迷 忘乎所以 眼里心里 只剩下他迷人的香气 妖艳魅惑的眼神 与令他沉沦妖夜的身体 他忍不住浑身火热 收紧手臂 想将他狠狠 揉入自己的身体里 如此迷人的小妖精 让他恨不得一口吞下去 我说了 你不许动 情悠悠撑倒 娇蛮地用力 咬了一下他的耳朵 他还来不及发作 一连串的亲吻 已经落在他的脸上 唇上 颈上 轻如羽毛 却让他痒到了骨子里 他想现在 就将他压到褥子上 尽情放纵自己 被彻底撩起的滔天欲言 却又忍不住期待 他接下来 还有什么更迷人的小花招 就是这个时候了 秦悠悠眼里光芒一闪 指尖上三根长发 顿时断裂 化作三只长针 一下子刺入他的颈后 炎帝浑身一僵 头像秦悠悠的目光 从火热 瞬间变成了森冷 这个小妖女 竟然趁着他动情之际 暗算他 秦悠悠既然已经动手 就没打算停下 长长的发丝 在他手中 化成一支支 只有寸许长的细针 飞快刺入炎帝身上 各处特殊的位置 他的动作迅疾如风 仅仅用了一个呼吸的时间 已经在他身上刺入了 整整一百零八支 头发化成的长针 炎帝的目光 慢慢从最初的震惊森冷 恢复如常